各位同学大家好 相信这几天很多人都已经看过 一篇名为我潜伏上海民园群的这篇文章 上海民园也在网络上疯狂的刷屏 六个人拼历斯卡尔顿的酒店 双人下午茶套仓 60个人每人100块钱拼租一天 的法拉利用来自胎 或者宝格丽酒店的房间 40个人分批吃拍照 所以当我的朋友提起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的第一评价是虚荣 然后我马上就意识到 你一个指头指向别人 好像其他指头都在指自己 我不也这么虚荣吗 在我的朋友圈中 50%以上似乎都充斥着这种虚荣 当然也不都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 有的是在炫耀自己的知识 有的在炫耀自己的道德 还有的在炫耀自己的孩子 还有的则是在炫耀自己 看透了功名利路 我们很容易轻易地对他人进行道德上的指责 因为这能够满足我们想象中的道德优越 甚至可以掩饰我们事实上的道德败卫 所以你会发现最经常指责他人某种道德过处的人 往往自己也深陷其中无力之法 习惯指责他人胆小的人 可能自己落入无比 习惯责备别人生活作风不好的人 很可能在性方面是泛中堕落的 至于那种满脑肥肠 这个思维树餐之辈天天发表 冠冕堂皇之词 自己往往更不干净 所以人很容易唱高调 因为这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反而可以孤名吊狱 掩盖自己的毛病 何乐不为呢 所以当我本能地指责上海民园的当事人 我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经常犯的错误 那就是道德上的双重标准 我们很习惯把自己放在道德上的制高点上 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所以这种特点就是言于虑他宽于虑几 我们经常像观远镜一样 永远用小镜头看待别人的错 犯得很大很大 但习惯于用大镜头看待自己的错 总是说得很小很小 我们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问题 却很容易忽视自己的问题 在指责别人的过程中或获得快感 或者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尤其当我们指出他人的失败 叫别人无地自容 这会让我们觉得比别人更高一点 从而不断地助长我们的骄傲与自弹 很多时候啊 当我们在别人身上发现了自己也有的缺点 我们可能会极力地批评与论断 一方面我们在批评各人过程中 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自以为是的快感 而这种快感会让我们根本无需为自己的过犯回港 而另一方面你越是严厉地批评 越是可以在众人面前掩盖我们自己同样的这种罪行 所以道德使命首先是自律而不是他律 道德谴责的第一步永远是对自己发出来的 我们必须要首先问我们自己在相似的情况中 我们会如何行为 所以伦敦日报曾经向作家切斯特顿增稿 增稿的题目说社会乱象根源何在 结果切斯特顿的回复是什么呢 在我 社会乱象的根源在我 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幽暗 导致在这世上一切的邪恶 然而人总是习惯于 向他人随意进行道德上的谴责 却很少去仿视自己 所以因此上海民园事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自己来自信 但我不是说人们不能进行道德谴责 而是说当我们进行道德谴责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自己排除在道德判断之外 道德判断永远要先自己 然后才是其他人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 都是问题的一部分 所以我非常喜欢一个童话故事 其实这个童话是写给成人看的 安徒生写的影子 一个作家总是好奇对面阳台的人 人家 但看不到 越看不到越想看 所以作家的影子就轻易地投射到对面的阳台 影子就看到别人家的一切 后来作家醒来影子不见了 因为影子长大了 离他而去了 再后来影子回来了 杀死了主人 将主人取而代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黑暗的影子 如果我们任由他长大 有一天他就会吞死我们 所以如果你总是盯着别人的黑暗 而无视自己内心的有暗 有一天呢 你的影子是会吞掉你的 所以不要对人性抱以过高的期待 永远要警惕我们人性深处的优案 事实上法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人性优案的假设 所以这是为什么人组成的任何机构都要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 虚荣当然是错误的呀 因为这不真实 所有人的炫耀总是会让别人感到讨厌和虚伪 因为所有的虚荣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的缺乏 我们不喜欢学者夸耀自己拥有多少的智慧与知识 我们也不喜欢权贵的炫富 我们甚至听到别人夸耀自己的形上 比如说我捐了一百名思学儿童 都会让我们觉得厌访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活得不真实 炫耀只是想吸引他人的功为 渴望他人的认同 以填满自己内心的空虚与不足 所以人为什么不能虚荣呢 因为我刚才说过因为虚荣不真实 但是有人就说了既然人人都那么虚荣 那虚荣不就是常态吗 但是你会发现从逻辑上来说 我们知道虚荣是不自洽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彻底的虚荣 我们不可能做到彻底的虚假 我们至少希望别人对我们是真实的 我们也会在有些情况下对别人真实 至少你在看医生的时候 你要真实吧 所以只有真实在逻辑上才是自洽的 在理想国中 苏格拉底对充满怀疑主义的格劳孔兄弟说 我们生活在两个逻辑极端中 一边是坏事做尽但却流方百事 一边是一身行善但却身败绵绵 做一个诚实的人当然充满着危险 但是相比做一个虚荣的人 哪种选择更危险呢 各位同学 你觉得呢 谢谢各位